各位哥哥姐姐大家好 我是梁逸軒 我是觀塘堂的 今天很開心和大家可以分享到 男人最痛 基督包皮之謎 希望這次的分享都是和教會野史 或者教會傳統有關 希望為你帶來一些啟發 事不宜遲 廢話不多說 我們一講割禮 基本上可以從聖經的舊約創世記 看到什麼是割禮的要求 首先割禮是在創世記第十七章十到十四節 就講割禮作為上帝和人之間納約的記號 這個仔細看聖經 也在利美記表明了 其實人是要在出生後第八日去行割禮 第八日在基督教神學裡頭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講到其實是一個新的循環的開始 我們中國人很多時候都講頭七 其實是一樣的 一個星期七日 去到第八日就是一個暫身的循環的開始 所以第八日是很重要的 那究竟割禮痛不痛呢 當然痛了 用不著說 如果成人的割禮來說 四至六個星期是不可以行防的 如果衛生條件不好更加容易感染 如果你看過那些什麼中國太監的書 他都會說 原來在那個時間就要避風 要小心那些小朋友 即是年輕人 就因為割了高院會出現任何的感染 因為以前沒有今天這麼好的衛生條件 你所見到在我們畫面那裡 那幅畫就是其中一把割禮的刀 不過這個不是猶太人的 不過你可以參照一下 相對上都是比較短和鋒利的 那究竟是什麼人需要割禮呢 我們看聖經都知道 在外邦人的角度是不需要割禮的 因為最早期的時候 一些法理財人比較重視規條的人 他認為外邦人都要加入摩西的律法 但是比特站起來 就說因為聖靈對他們的潔淨 他們不需要再行割禮 那割禮的場面在我頭頂那些很恐怖的 我也不想看 想起就覺得很恐怖 那麼對於耶穌呢 耶穌就是在很明顯聖經寫得很清楚 當耶穌出生八天的時候 他的爸爸媽媽就為了兒子去行割禮 將他起名叫耶穌 所以其實行割禮的日子 和基督命名的日子是一樣的 那麼之後我們說的話 就開始離開了聖經 就會牽涉多一些教會的傳統傳說 那麼跟我們之前分享的內容一樣 信不信由你 那麼這個我都會盡量去 用一個現代的角度去解釋一下 那麼 很多人呢 那時候在早期教會就問 耶穌基督升了天 那麼究竟耶穌基督有沒有一些 那些肉體的部分是流了下來呢 你想一下 假設我們死了 我們要去火化 我們燒了這些東西 那麼我們有什麼東西的身體部分 會留在這個世界 沒有被燒 升天 什麼都好 那些呢 第一 是不是都靈果絲布呢 因為他的 包著他的樣子 就有他的樣子出來了 那麼當然這個就是有人說是假的 不過我也是那句 沒有二千年歷史也有八百年 所以你都欣賞他作為一件歷史的文物 那麼另外呢 耶穌的補血有沒有辦法留下來呢 就是好像我們做身體檢查 讀完針抽完血之後 可不可以那一桶的血被人保住了呢 那原來真的有 原來這個就是 在教會傳統傳說中 這一桶就是耶穌基督的補血了 那又是信不信由你 那耶穌會不會剪指甲呢 好像我們今天這樣 傳說中真的有耶穌的指甲 但是呢 未見過有相片 就是這個耶穌指甲 耶穌會脫牙 與此去行此的時候 那耶穌的與此又去了哪裡呢 又是傳說中有 但是未見過 最後 耶穌的持帶 還有胎盤 那他真的出生有持帶和胎盤 原來又是傳說中有持帶和胎盤 但是在某個教堂擠了 但是又未見過真實可以拍照 因為對於很多傳統的教會 每個禮拜堂他們視這些做性物 所以他們不是隨便拿出來被人拍照做科學鑑證 因為其實對於早年的宗教人士來說 他認為做了科學鑑證 一驗了 原來炭十四不是二千年前的 可能有人偽造 那就大打折扣 所以每次要動動那些性物 要去做化驗都是很漫長和艱難的歷程 例如說 耶穌的墳墓 拆了那些板 一層層拆下去 拆了一段時間都是起了一塊磚 因為每次拆板都要幾個中派的同意 所以其實很艱難 好了事不宜遲 講正題了 今天我們首先講耶穌的包皮 首先要學英文 Holy Foreskin 或者Holy Previous 其實可以去到Wikipedia 或者網站去尋找一下 如果你覺得我說話是流的話 可以試試 其實在教會傳統裡 就認為 在耶穌基督出生之後 就有一個接生婆 如果你下次會再聽我說 亞國原始福音 就是接生婆 的兒子 其實就是一個藥劑師 就將他妥善保存好 好像木乃伊 用香煎過他 乾了他 什麼都好 保存了耶穌的包皮 首次在歷史文獻出現 是公元800年 那時候查理曼大帝 就將這幅圖 叫查理曼大帝 是歐洲其中一個最厲害的皇帝 你當他好像歐洲的秦始皇 就可以了 他就將耶穌的包皮 送給羅馬的教皇 他聲稱這個是由 東羅馬帝國的Irene女王 送給他 有一個神學爭論很有趣的 就是 如果耶穌升天的時候 是沒有連包皮一起升天 那究竟他的升天 是不是一個完整的升天 我心想你的血呢 你的乳齒呢 你的口水呢 你的頭髮呢 會不會都是 我們每天脫百多條頭髮 理論上 所以我都快要禁止了 好了 這個可以 有個神學討論也很有趣 另外就是 有幾個不同的傳說 討論包皮去哪裡 第一個傳說比較真 越講越好似 很奇怪 第一個傳說就是 1527年羅馬之劫 Sack of Rome 這個羅馬之劫 你當作是中國內地的文革 就行了 就是當時起雄 神聖羅馬帝國的士兵起雄 和當時掛王的守衛隊打起來 打贏了 然後就開始劫略羅馬城 你要記住 羅馬城作為教廷的中心 他們是有很多的金錢 財寶 那時候教會是最發達的 所以一劫略了 其實就令到很多的藝術和文物的離散 同時打破了意大利的文藝復興 Italian Renaissance 讓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的人 不再停留在佛羅倫斯和羅馬 要搬去威尼斯那邊的地方 甚至令到意大利隨後就開始衰落 所以這個羅馬之劫是對於當年代 是一個非常關鍵影響的事件 還有你記得什麼時候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嗎 就是1517年 所以這個時候也是一個多事之秋 所以值得大家去留意羅馬之劫 有些人說 聖物要緊急轉移 因為這些是關鍵聖物 不可以被人抓走 就好像那時候 國共內戰或者日本侵華的時候 蔣介石很快就轉移了文物 一樣的 他就轉移了去一個叫做 Kalcarta 47公里外的地方 這個城 第二個傳說 就是亨利五世 1386至1422年 因為娶了老婆 他就說神聖的包皮有助安胎 特別是他的香味 可以幫助安胎 那為什麼會有香味呢 其實是在那個年代的一些生物 包括如果我有機會親自摸過 穆罕默德條胡蘇 其實都是分了些香 我告訴你一些味道 像浴泉忌廉 其實他就聲稱那個香味芬芳 效果顯著 於是就沒有環 就不見了 然後傳說三更厲害 就是17世紀天文望遠 鏡改善 就看到土星原來不只有星球 還有一個環 於是有一個神學家 叫Leo Alateus 他就說 土星還就是跟著耶穌星天的聖包皮所演變 那這些當然是順不順由你 那回到傳說一 就是說 其實最慘 就是那個包皮 是1981年被人偷了 所以是沒有拍照 沒有傳遞 甚至到現在 仍然是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是失落了的聖物 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免得驗出來 原來是偽造的 大家就不開心 好了 我們今天做一些小小的總結 究竟基督授割禮 跟我們今天在我們的環境裡 講廣東話教會 或者是有少少禮儀的教會 有什麼關係呢 第一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慶祝12月25日聖誕節 但其實對於教會年歷來說 聖誕期是有一首歌 叫做On the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 My true love gave to me 就是說 其實聖誕有十二日 十二日都有他原本讀一無二的意義 其中第八日 即1月1日 就是基督命名日 或者叫Name of Christ 或者是同一日就是基督受割禮日 Circumcision of Christ 那個日子就是在第八日 命名就是紀念這個日子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用1月1日 只是慶祝新年 但在教會禮儀年 跟我們的揚曆是兩個看法 所以我們其實在三代經課裡 最後也有一個叫做 基督命名日的禮儀 可以去參考 另外 第二 就是包皮 為什麼要特別去講基督身體的遺物呢 就是因為 例如我們今天看到很多教會的一些 歷史的relics 就是一些生物 都是一些死物 例如可以有釘耶穌基督的真十字架 耶穌住過的馬曹 綁過彼得的鎖鏈 各式各類的東西 但只有這一樣 是人體的 肉體的物體 即是活物來的 這件事是對基督人性的重視 對於中世紀的人來說 其實基督是一個很遙遠的角色 不是耶穌是我好朋友 不是耶穌是我親愛朋友 其實他對基督的那種敬畏和恐懼 其實是需要有這些聖物作為一個安慰 告訴他 原來耶穌基督都曾經道成過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他都行過國禮 他都哭過 即是人性化的強化 第三 做這個國禮也是好處 你看到近年 在非洲很多人行國禮 因為割了包皮 可以減低外資病菌的傳播 所以是好事 是痛一點 我們成年就有點害怕 現在世界上 紅色的地方 就是最多國禮的地方 也是相對上第三世界國家的地方 所以國禮對於以色列人 其實是一個很強的衛生意識 從利美記、文素記、生命記 看到以色列人對於營裡 可不可以有月經 可不可以有排污 一些衛生的條件 和行國禮 你就知道為何以色列人 特別是黑死病 在瘟疫的時候 他可以比其他民族走得前一點 就是因為他這個衛生的思維 是超出當時其他民族 所以是值得我們參考 多謝你去聽今天梁阿謙的分享 我們分享是男人最痛 有機會我們再次相會 拜拜